在中國古代 每一個王朝都有貪官 只不過他們的手段不同 水平不等 那麼 接下來我們細數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十大巨貪 秦朝最有名的貪官要數趙高 僅使皇聽說趙高既有能力又懂法律 並提拔他為中車府令 掌管皇帝車馬 秦二世時任宰相專權朝政 趙高利用職權 罷善良田 操縱賦税 掌控國庫 短短幾年就成為了家財萬貫的富豪 在他任職期間弄虛作假 玩弄全數 貪得無厭 終遭到了報應 之後 趙高通過發動政變陷害無辜 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梁溺東漢王朝的大將軍 人稱跋滬將軍 在朝廷中橫行霸道二十多年 暴虐無道 為所欲為 梁氏一門九人封侯 三位皇后六位貴人 兩位大將軍 女人擁有十億稱軍七人 徐公主的駱馬三人 其中擔任親 將 隱 校衛一共五十七人 漢桓帝奪回權後誅殺梁氏 使得梁氏被迫自殺 其家被抄 賣錢達三十多億銀錢 相當於當時國家税收的一半之多 王文書漢武帝時代的十大酷吏之一 不但如此 他還是一個貪官 狡急的王文書扮演著兩張面孔 在無權無視者面前 他露出酷的面孔 泥酷行貪 在權貴者面前 他露出柴的面孔 泥柴行貪 王文書掌握著生死欲奪大權 殺死了幾萬人 貪污了好多被寂寞的財產 使得一些豪翔地主僅要關頭 為了保命 不惜傾家蕩產 大行賄賂 王文書死後 遲料記載其家裡千金 石崇是西晋有名的富豪 他的財富主要靠打劫而來 在他任荆州刺史期間 專門搶劫沿途來往富商 獲得大量錢財 雖不是貪污得來 但行為卻令人唾起 永康元年 賈後等為趙王司馬倫所殺 司馬倫黨與孫秀向石崇所要其寵妾玉珠布布 因而誣陷其為亂黨遭遺三足 金貴帝復位後 以九卿里安葬石崇 陳自強南宋中期宰相 仗著做過權向韓州老師的資格 攀贓王法肆意妄為 甚至還光明正大的賣官 但凡求官的人 他都要派人談投價錢 此外 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城 都要在封寒上 備註某屋多少利己獻上 沒有備註的看都不看 之後在韓州失事後 陳自強也失去了靠山 被罷免流放 終死於流放地 蔡金 宋歸宗時期的宰相 被宋最大的貪官 甲公祭司 大肆敛財 富克迪伯 擁有土地五十萬畝 這還不滿足 晚年時雖以富貴 卻貪婪更甚 不惜用作假上的卑類行為 領取雙份的宰相俸禄 宋金宗繼位後 蔡金被下令流放 死於流放族中 元宰是長朝時期的宰相 佔於揣摩盛意 得到皇帝恩寵 獨攬朝政攀財納會 熱衷於大興土木 他所建的屋宅佔了長安城109房裡的三個房 豪華紅利 規模宏大 在元宰倒台後 沒收的宰設夠數百戶官員居住使用 此外 他還在東都洛陽建了一座園林式私宰 沒收後 竟然能改成一座皇家花園 但是 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 抄家後 居然還發現還藏有八百蛋胡椒 有人換算過 唐朝的八百蛋相當於現在的六十四噸 明朝中後期 宦官霍亂朝政 劉瑾因侍奉明武宗諸侯趙得宠 不僅當上了私域間掌印太監 還和同樣得宠的滿永成等組成了八股 掌控著特務機構東廠西廠的實權 劉瑾為積累財富 公開所會受惠 要求百官來京時 都要為其送上銀兩 少則數先 多則上萬 凡行會者都能官能亨通 沒有賄賂他的 都被貶值獲治罪 此外 劉瑾還大量貪污國賦兩 中保私囊 劉瑾謀反失敗後 明武宗諸侯趙 帶人金字查抄及家產 金銀財寶數不勝數 嚴宗 明朝有名的大宰相 操縱朝政長達二十年 加近四十四年 嚴氏父子的權力被推倒 之後 嚴氏邦被判斬首 朝嚴家 得黃金三萬兩千多兩 白銀二百零二萬多兩 珍寶手是骨丸子襪等超過皇室珍藏 嚴宗被表為數名 無家可歸 兩年後病死 和珍 滿洲人 清朝乾隆皇帝的寵臣 乾隆皇帝死後 和珍失勢 嘉信皇帝令吉自盡 並抄及家產 有人估計 和珍的家產值八億兩白銀 超過朝廷十年的收入 和珍聚敛財富之多 黃金白銀 珠寶玉器 地母房屋等數量巨大 可謂是前所未有 此外 在歷代的貪官中 和珍可謂是古代史上首居一指的巨攤 注射 嘗嘗嘗嘗